台中乐成功的元宵摩采活动是庙方年度的一大盛事 不过今年配合防疫的需求 取消了民众到场参与摩采 而是首度改由脸书直播抽奖 上网公告获得头奖的得主 其中最大奖是价值90多万元的休旅汽车一部 元宵节快乐 一改庙城广场的舞台元宵摩采 台中乐成功今年配合防疫需要 将一年一度的摩采活动 改由脸书线上直播抽奖 其中最大奖是价值90多万元的 丰田休旅汽车一部 然后他的号码是0318790 线上直播 线上直播出来 我们的官方网站 我们的廟口都来公布 众生的那个人的名字 有什么来的货币 他就有成功人来对 那就可以了 点灯摩采活动这一次 共收到17万张摩采券 奖项丰富 有电动机车电视机和冰箱等 300项毫礼 全都改由线上抽奖 在另行通知得奖民众 避免人潮聚集 庙方表示 延续200多年的汉西妈主落境 今年将正常举办 预计国立4月12日起价 而元宵这天不小心中 也趁机到庙方上香求福 顺便补财库 祈求妈祖带来一整年好运 这里讲台中常报道